大家好 我现在刚教完课是9点43分 其实各位同学正在写今天的上课心得 我教的线上课程大概有十五六年了 每一次在教学的时候要唤醒学生对课程的注意其实是蛮难的 但是研究所今年的知识管系研究所二年级跟一年级的学生 他们线上的互动我个人觉得非常的满意 那我在上课的时候也给各位看了 因为他们是比较主动 那大学部的学生现在因为教育环境的改变 大学进来容易,毕业也容易 所以学生对课程的重视度不足往昔 那学生也因为修的课程很多 一次要修可能六门课七门课 有些甚至到八门课 那所以他没有办法照顾每一门 那这个也就是大学部没有办法一直要求 那我们这门课希望各位做的我曾经在课程公告里面贴出来 比如说各位可以看到我这个再次叮咛本课程的规定 那每一个同学一定要看领音15小时 上课你不能切三次 课程讨论至少要36次 包括线上讨论跟议题讨论 练习要做15次 这种每一周都有 测验5次 作业前学习大约12次 那我都尽量让学生 用自己的进度来配合 那今天我上完课以后感想 我觉得大家都很认真 那大学生 大学学生也很可爱 那你们不知道 你们要学的东西很多 你们真的不知道 那等到你看完老师在上课讲的内容 才知道我原来资讯的灵异 知识有这么宽广 那我很感谢各位同学的配合 那希望各位同学在学习 现在计理学习结束还有差不多9、8周的时间 就要7周 希望各位尽量每天都能上线 看老师贴些什么东西 因为我在每天课程的公告 各位看 我几乎每天都进来 那偶尔我会两天进来一次 偶尔两天进来一次 但是我至少很少说 四天都还把他留在那里 不至于 那我会都会进来看看 学生的课程讨论 课程讨论 今天我有叫各位去写上课心得 我相信 我还没有看 这现在时间是4月30 也就是4月30 9点4周 这各位都刚贴的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 你们可以自己看 学生应该对于上课的心得 应该都是觉得很新奇 而且觉得这上课方法不错 因为未来这个都是你们上课的模式 那各位记得 我再次叮咛各位 问老师不会为难学生 你尽量上课能够到 作业有做 那考试呢 因为三次其中考 各位考的并不是很理想 那我分数都改的很轻松 我跟助教讨论过很多 我们尽量不要去为难学生 所以有让我其中益紧的 除非你统统没写 统统没写 我就让你其中益紧了 但这都不代表你会不及格 所以我们希望这一学期 我们修课的学生 有60位 全部都能及格 我在下课以后 顺便也发表我教学的这个 心得跟感言 然后我再把这个影片放到YouTube 那各位也又学到一个 心得教学模式 好,大家努力哦 谢谢 也特别谢谢助教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